以赛亚书二章预言 在末后的日子 万国万民都必来习安敬拜 国度基业将在11月5号到14号 举办十天九晚的 荣耀新人经典走进以色列之旅 此次经典之旅共有三大亮点 第一大亮点是我们将观光经典的旅游景点 包括令人心最神迷的耶路撒冷 参观举世闻名的耶路撒冷老城区 特别是犹太人和列国游客 都要前往的西墙 参观历史古迹大卫城 有大地的神秘苏西亚 耶稣复活之地空坟墓 耶稣取劳祷告的克西马尼园 和即将再次降临的橄榄山 我们还将漫游加利利湖 参观耶稣时代的会堂 并前往约旦河受监信礼 参观犹太人生活的基布斯 去体验死海漂浮的乐趣 还会去大卫藏身之所迷人的影基底 第二大亮点 我们将有关爱犹太百姓的文化活动 我们会去西伯伦参观亚伯拉罕 萨拉 以萨 雅各和利亚的先祖所葬之地 这是一场寻根溯源之旅 我们会邀请当地的犹太拉比分享 他们是如何扎手在耶和华神 给先祖应许之地的神奇故事 我们会参加万王之王事工 在耶路撒冷的周日聚会 和周六为以色列的祷告聚会 我们会与尼赛亚信徒一起庆贺 领受一个新人的祝福 除此之外我们还将出席 以色列精锐部队的纪念活动 面对面与以色列士兵互动 我们会参观在耶路撒冷 全球极富盛名的高科技公司园区 了解现代以色列的科技发展 第三大亮点是 此次行程我们将全程住在 安全舒适的犹太社区酒店 享受健康丰富的洁净佳肴 我们还会一起在传统犹太区的耶胡达 露天市场购物 感受当地犹太人真实的生活 此次的行程将安排中文导游 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哦 在6月20日之前 报名则享受50美元优惠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弗丽莎 那今天呢我觉得这个要来跟大家讨论一个真正的 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话 基督徒是没有办法在末后的时候 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尽管呢我们之前大概也讲过类似的问题 但是今天由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观众朋友的留言 所以我就更加感觉到迫切的就是我们需要做很多的事情 而在这一则留言里面呢就是看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了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留言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当然也不是说说这个朋友留言了 然后我们就在这怎么怎么样 你希望不要被冒犯啊 不是这个意思 是我们希望呢可以通过这样一则留言 可以代表了有蛮多的基督徒的想法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 就是说我们如何去改善 以及如何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能够更按照神的心意去发展 好那下面呢就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则留言 那这个朋友在这里讲到的是关于我们那一天的一个节目 我们两个在这讲说川普对堕胎议题的问题 这个堕胎呢我居然发现是很多应该是基督徒101的入门功课 但是到现在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比十一奉献可能都已经跨越了 但是对这个的事情还是没有办法跨越 所以我们来分享一下 那这个朋友在这里说 他说我不同意你们的观点 你们说的都是正确的吗 关于堕胎的议题 我同意川普的说法 那川普现在目前为止的说法 就是说他同意某些方面的堕胎是这样的 川普是在攻击Round the Sentence的这个看法 然后Round the Sentence是说12周以内才可以堕胎 12周之后 只要婴儿一有心跳了之后 就不可以再堕胎了 然后川普是说这个样子的说法太严苛 然后不可以 就是不能这么严格 你要把这个再放的宽一点等等 那我们这位朋友他是同意川普这样的说法 那他接下来说 这里有很多复杂的问题 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 要具体的情况具体来解决 你们还很年轻 不知道的事情很多 所以不要随便的评论 不要让我们这些喜欢你们节目的人失望 保守派一定要有智慧 要团结很多人才会赢 那我看完这一则流量 其实我还想了蛮多 我想你也是吧 对 因为想了真的很多 因为他里面又提到我们年轻 然后他很有智慧 然后因为基本上现在很多人对我们的看法 或者是观点 他们不爽我们的地方 就是我们没有百分之一百的完全支持川普 他说什么都是对 他做什么都是对 他说因为很多这样子的频道 他们是这样子成功出来的 对就是你看到如果说流量很大的频道 他们就是如果你看是左派的 他就一路左到底 对 如果是右派的 他就是一路挺传到底 就是不管川普做了对的事还是错的事 不管他做了什么 你就是不能说川普不好 你只要一直夸他 一直那个 然后就会有一大堆的粉丝上来 对对对 川普一定会回来啦 两个礼拜内一定要怎样怎样啊 反正就是川普这个人基本上就是个玩人 他做任何事情都是有他的目的的 然后他做什么事情都是很聪明的 那很多的人对于川普的看法是这个样观点 是 好那我就从他的观点一个一个来分析好了 他第一个说说我不同意你们观点 很棒 我觉得当然大家都可以不同意我们的观点 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事情 那第二句他说 你们说的都是正确的吗 这句话可说到点子上了 就我们说的都是正确的吗 那是相当相当的不一定 这句话我觉得你说的绝对是对的 就是你们说的都是正确的吗 不都是 一定不都是 除了圣经之外 除了神说的话之外 神说的话一定肯定都是正确的 除了这个之外 没有其他任何人说的话一定都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说的一定都是正确的吗 不一定 那么在下面呢 他说这个关于多台的议题 他统一川普的说法 因为很复杂 就是这个你不能不把所有的这些环境 或者是各种的各样的问题 或者各种各样的状况都考虑进来 这个事呢 其实根本就不像一加一等于二 那么简单 要具体的情况具体的解决 那其实呢 我觉得堕胎的议题啊 就是这么简单 它就是简单到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 或许这里面可以有很多 你认为的非常复杂的情况 比如说你说要是被强调了怎么办 要是被那个乱伦了怎么办 等等等等 我们在生活中这些害人听闻的 让人感觉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 但是这些事情的本质都是一样的 它就是一加一等于二 就是一个问题 这是不是一个生命 一条人命 对 不只是普通生命 一条人命 对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你不管是什么样的孩子也好 他要堕胎 你就首先就是堕胎 是不是杀生命 我觉得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堕胎就是杀人 堕胎等于杀人 那我本来呢 以为这个观众朋友可能不是基督徒 所以他说出这样的 就是对于堕胎有这样的宽容 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世界上的人是这个样子 尤其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人 对吧 他们对这个堕胎是完全非常开放 哪怕九个月就是你杀死 大家只是觉得可惜 但也都OK 这都是觉得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我后来发现 这个朋友好像是一个基督徒 那这个里面呢 就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 你可以支持堕胎吗 或者是你可以支持某种情况下的堕胎吗 关于堕胎这个东西 我其实你看以前的故事 还有以前的历史这个情况 其实不是 大家不是对于堕胎是有这个样子的一个 理解吧 偏见的 甚至对于强奸这个事情 我之前看过一个故事 就是汉尼拔跟西匹阿他们之间这个斗争 然后呢 其中有故事有一段地方 他是想说就是西班牙那边有一个王 这个王呢 跟加太基的其中一个王 在争一个女的 这个西班牙的这个王之后 帮这个西匹阿罗马这个人打仗 打仗了之后 这个女的后来就被逼着 跟这个加太基的这个王结婚 女人的这个道德价值观 从以前到现在 还有女人对孩子的这个爱的这个表现 以前跟现在是差的非常非常多的 以前的人觉得 这个是自己肚子里的孩子 这是自己的骨肉 不管怎么样 就算是仇人 就算是强奸犯的这个东西 还是有一半自己的血肉在这个地方 那现在女生不是 现在女生觉得说 小孩只是性泛滥的一个产物 我跟别人欢乐之后 不小心出来的一件东西 那这个样子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小孩的命是一文不值的 当我们物化小孩的时候 小孩的生命就一文不值 人生命的这个圣洁 人生命这个神圣性就会失去了 就不是 我们看他们就不是神的形象了 那不仅仅呢 是人 我不知道你刚才说这个王 他们到底有没有信仰 上帝有没有任何信仰 他们拜巴厉的 你看看 人家拜巴厉的 是吧 人都对这个婴儿的生命 是有这样的一个看见 那么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 当然基督徒对自己的要求 要格外的高一些 因为你是已经被神拣选的 你是被神的包邪所洗净的 所以你不要把你自己 当作还没有认识 神的人一样的标准去要求自己 那我们当然知道 圣经就是我们的行为准则 而且是我们思想的行为准则 很多时候呢 你觉得说 我一看到圣经这点 为什么圣经的真理 对吧 一说出来 我不同意 而且我生气了 我感觉到 神说的这个话 冒犯到我了 我不高兴了 那真的对不起 虽然这种情况呢 时有发生 但是这个时候 要做的是谦卑自己 因为是你错了 神说的话 不可能是错的 如果你不同意神说的话 你可以去探索 就是为什么我是这样想 为什么神是那样说呢 你可以通过一个探索的方式 然后你会明白圣经为什么 这么讲 但是首先不要去拒绝 也不要否定 什么破除 我说的就是都是对的 只要反对我的 就全部都是错的 就是把这样的思想放一放 而且从自己的里面抹掉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来看一下说 圣经对于堕胎的观点 是怎么说 如果我们大家都承认 圣经就是我们生命中的 这样一个指南 神的话语 就是我们活着的 唯一的力量和目的 那我们一起来看 圣经对于堕胎的观点 是怎么说 圣经里面呢 说胎儿的生命 是非常非常可贵的 而且是绝对不可以轻看的 在诗篇127章3节里面说 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所怀的胎 是他所给的赏赐 产业 赏赐 儿女 所怀的胎 所以孩子是神给我们每个人赐的产业 他这里没说说你怀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胎 你怀的是一个唐诗证的宝宝 他就不是赏赐了 他就不是神所赐的产业了 你怀的这个孩子 他缺了两个手指 他缺了几个脚趾 你就看他是不好的了 神看他是最好的 这是神给他特别的设计 如果这个孩子可能是一个你不喜欢的人 甚至是你被强暴的这样一个人 这个胎就不是赏赐了 不是的 还是神给你的产业 还是神给的赏赐 很多时候我们人生会面对很多的问题 但是作为基督徒 你要如何去看待这些你不喜欢的问题 在你生命里面出现 你要如何去对付 你要如何去接纳 你要如何去靠神 能够把这些一切悲哀的事情 能够变成是喜乐的事情 所以呢 诗篇139在这里也说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 我在母腹中 你已复毙我 我未成形的体质 你的眼早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所以每一个生命都是神所造的 大家看到刚出生的小婴儿 可爱极了 每一个孩子都是如此如此的可爱 你到那个医院里面 对不对 你趴着那个玻璃 往屋里看 躺的一屋全都是小孩 你看每个都白白嫩嫩的 都可爱极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肺腑 每一个孩子肺腑都是神所造的 而且当你在母腹里面的时候 就是甚至我们人都不知道 有那女生还不知道 说我自己已经怀孕了 对吧 神都知道 而且神已经复辟了这个孩子 你还没有成形的体质 神早都已经看见了 而且神已经为这个孩子 有了一个非常棒的 神给他的命定 而且都已经写在了神的册子上 除了这些呢 我们知道 孩子婴儿是赐给每一个人的礼物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不管你如何去看待 这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 极大的宝贵的这样一个礼物和恩典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神也给了我们十戒 那在十戒里面有清楚的讲到说 不可杀人 这是十戒里面的第六戒 那如果你要是去看说 不可杀人 这个不可杀人之后 我们还可以再有更详细的讨论 但是我们今天就在这讲 就说不可杀人 那这个原文啊 就这里到底讲的是什么 是说不可谋杀 这个杀人这个词是不可谋杀 这个词的代号呢 是H7523啊 这样一个代号 那你去看一下说 这个谋杀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贬义词啊 就是不可杀人 这个杀人是一个贬义词 这个贬义词是特指 说是蓄意而为的 故意的 然后是不意的杀害 什么叫不意的杀害 比如说对弱者 对无辜的人 还有对一个义人的杀害 所以你是故意的 蓄意而为的 去杀掉一个无辜的人 这样的 神说不可做 所以堕胎是否符合这样的行为 堕胎是的 你去堕胎诊所医院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你要去干什么 你知道 你知不知道你进去之前 跟你出来之后有什么区别 你知道 对吧 那你知不知道这里面是个生命 你知道 如果它不是个生命 你根本就不需要去那个地方 不是个生命 你去趟超市就行了 你为什么要去 堕胎诊所 所以这是蓄意而为的 而且是不意的 对一个完全无辜者的杀害 神在实践里面 清楚的说明 不可以这样做 那神呢 在《生命记》十九章里面 也告诫我们说 你若谨守遵行 我今日吩咐的这一切诫命 爱耶和华 你的神 常常遵行他的道 第十节说 免得无辜之人的血 留在耶和华 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 流血的罪 就归于你 所以作为基督徒来讲 你不仅不可以支持堕胎 而且你还要为你身边的这一片 神赐给你的地图 你要来做守望啊 你要避免你住的这块 神赐给你的这块地 有无辜之人的血 留在这里啊 如果你住的这块地方 有无辜之血 留在这个地方的话 神在这说 流血的罪就归于你了 不管你现在喜欢不喜欢 不管你愿意承认不承认 不管你的思想意念 跟神的思想意念 在这件事上面 是否能够合一 罪已经就在这里 神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 如果你不去制止 如果你不去为那些 堕胎诊所祷告的话 OK 你甚至要为堕胎诊所祷告 这不仅说你支持 不支持与否的问题 你都要为你住的 这一片地上的 所有的堕胎诊所的关门 你要为他们来祷告 让他们关门 不然的话 流血的罪要归于你 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非常严重 因为我们很多的人觉得 我们会觉得说 这些是女人的自由 这些是女人的什么东西 然后甚至川普他说了之后 很多人支持川普 支持到底 然后川普说什么 他就是说好好好 那就算川普说的是错话的时候 川普说的东西是 不符合圣经 不好的东西的时候 你是要听川普的还是听 宣乐 对 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这个频道 的确是鼓励大家要投川普 因为他真的是一个不错的人 需要他来改变 我们现在国家的方向 但是我们不可以同意 那样子的事情 我们更不能支持 那个样子的事情 当他说错话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把 这些不正确的东西说出来 如果说我们没有说出来的话 如果我们默认的话 如果我们应许的话 那这些罪是归在我们身上的 我们没有讲出来的话 我们没有做炎根光 我们没有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对 像说如果说拿单那个时候 没有跟大卫讲说 你这样子偷别人的羊 你去弄别人的老婆 然后你还杀了人家的老公 怎样怎样怎样的话 神不仅仅会怪大卫 神还会怪拿单说 你怎么没有告诉你的王 他要认罪 他要悔改 那接下来呢 这个朋友在这里讲 说你们还很年轻 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 所以不要随便评论 那当然我们是 的确是算是年轻人了 那不知道的事情很多 当然了 我们不知道事情的确很多 所以不要随便评论 但是如果你会看出来 我们这个频道 我们就是评论很多东西的 这样一个频道 那我觉得说 你是否可以去评论一件事情 其实并不在于你的年龄有多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年纪 稍微比较大一点的人 讲过话或者有讨论过某些问题 你也会发现年纪大一点的人 甚至是年纪大一点的基督徒 他们也不见得真正的 能够完全降服在神的旨意里面 我们不能敬拜其他的神 对不对 对 包括年纪 特别是华人 我们崇拜的东西是 那个人很有经验 那个人的学历 那个人的资历 然后这个人什么 我还真不是说 我们一定比这个各位年长的人 来的懂事或是怎样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 圣经上是这样说的 我们知道圣经不是这个样子去做的 大卫跟扫罗讲话的时候 他也是很年轻的 不要把我们年龄当成是一个 就是我们什么都不懂 一个标志吧 对 因为在圣经里面 其实从来没有这样的原则 当然是要尊敬老人 但是不要因为年轻人 好像年纪小一点 所以就瞧不起人家 我觉得这个是不要 因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在哥林多前书 我之前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也感觉蛮好笑的 就哥林多前书嘛 这保罗给哥林多教会写信 说这个提莫泰要来 然后怎么说呢 说你们要留心 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 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功像我一样 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 只要送他平安全行 叫他到我这里来 所以为什么这个保罗 我还特别要写信讲这件事呢 因为大家看这哥林多前书里面讲 哥林多教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 保罗知道提莫泰太年轻 提莫泰到那了 是不是那个给他们劝勉 没有人会想要听他 因为提莫泰太年轻 他们会瞧不起他 这保罗知道这个 所以保罗说什么 说你们要让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 你想想那些人会做什么事 不仅会瞧不起他 应该冷言朝本这些都会有 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他 说你们要尊重他 为什么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 跟我是一样的 虽然我年纪大 他年轻他也是给神做工 所以你们不要让他惧怕 而且这里说 无论谁都不可以藐视他 所以保罗先给这个提莫泰教会 给他们打了一个预防针 就是说有一个很年轻很年轻的人 要来了 然后要跟你们讲 很多你们可不喜欢听的话了 但是无论谁都不要藐视他 尽管你可能心里瞧不起 但是表面表现出来 就是好好的对待他 就好了 就不要给他太难他 或者太难过 这个朋友接下来呢 说不要让我们这些 喜欢你们节目的人失望 我觉得 这句话让我看 就是我当然是不希望说 让各位观众朋友们失望 这个当然是不想要 但是我觉得就是在大家 看到我们这个频道的时候 你心里一定要有 非常明确的一个原因 就是你为什么 喜欢看我们的频道 你不要喜欢Ethan 不要喜欢Felisha 你不要喜欢我们 讲这些好像很好玩很好听 或者年轻人在这讲这些东西 不要因为这些东西喜欢我们 你喜欢这个频道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你爱神 就是因为你觉得 这个节目里面讲的 跟神的东西 基本上是对齐的 我觉得这个是你唯一一个 看我们节目的一个理由 所以呢 我们当然不希望让人失望 但是真的是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按照圣经的 这个神对我们的启示 去讲的一些东西 我们让太多的人失望 因为很多人 他没有办法接受 也没有办法理解 圣经上面的东西 就是圣经上面的东西 会得罪到他们 会让他们感觉到非常不爽 所以他们就会离开我们 那包括有一些我们的 之前也有捐助我们的人 对吧 有给我们奉献的人 人家钱也不给了 就走了 但是呢 在这里也说一下 就是我们从来都不害怕 人不喜欢我们 对 而且我们不在乎 不管是你 一个月是捐款的人也好 或者是你是我们的观众也好 我们只做 神要我们做的事情 我们只说 神要我们说的话 我们只按照圣经的真理 去解释 现在看到的一切的事情 我们不在乎 人对我们的想法 我们不在乎 你不捐钱 我们一切的事情 我们都不在乎 说实话 如果我们在乎 我们的事工不会做到今天 如果说我们在乎的是 讨好各位 然后讨好所有的观众 然后来去做 做人喜欢看的东西的话 没有人会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大家就会把这个东西 当成一个 entertainment这样去看 大家只是把这个东西 当成一个 愚性节目这样去看 而且我们的 节目的效果 还有我们节目在传达的东西 我们节目在传达的 资讯还有理念 还有道德价值观 就会变得一文不值 没有人会喜欢听说 你要变得刚强 你要变得好 你要变得什么 大家喜欢听的就是 打鸡血 然后什么都不用做 我们不用家庭教育 我们不用在家学校 我们不用管任何东西 过几天 教宗被捕 这个事情在我们这个频道上面也发生过 对不对 然后什么 意大利的那个什么门 然后这个什么门 一下子 军队会来这边 把这个华盛顿所有的沼泽 全部抽干 然后川普就重新进入到白宫里面 大家喜欢听的是这个 但是这些不是事实 而且也不合理 而且也根本不是那个 你不能只听一个人就是说 我知道神跟我这样讲 神起誓入神这样这样这样 然后弄了一些 这样子的一个打鸡血 用圣经打鸡血 然后没有任何根据的这个东西 出来之后 真的就是在骗人 真的就是在滥用神的名 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我们要做的不是这样的节目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对 每一个人的生命有帮助的 是要你可以改变你自己的人生 是你可以掌握你自己人生的 是你可以跟你神一起同行的 是你可以靠着神 然后把自己的人生 把自己的保护自己的家庭 保护自己的人生 保护自己的一个频道 我们希望是每一个人都变得刚强 不是为了让大家喜欢伊亨 或是让大家喜欢弗里侠 对没错 我们的确是有打扮 然后他的确是有化妆 然后又这样 我的确是有弄头发各方面的 希望大家就是 不要讨厌我们 没错我们的确有在做这件事情 但是目的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各位喜欢 各位喜欢 各位捐不捐钱给我们 这东西很多牧师跟我们讲过 有牧师就直接跟我们讲说 你讲话你不要谈这些东西 什么性教育这些东西你不要讲 太尖锐了 然后什么变心人这东西不要讲 这东西什么东西不要讲 什么东西不要讲 这个样子的话你才可以收奉献 很多大公司才会给你什么东西 你这个东西才会什么 你要这个样子基督教这个品牌出去 什么什么什么的 很抱歉 我那时候就跟牧师讲 就是我们要的不是这个 我们要的是每个人变得刚强 我们要的是大家听到事实 我们要的是大家听到真理 然后真正的来观众 我们要的是大家把目光注意在圣经上面 注意在神上面 而不是注意在我们两个要讲什么东西 我们两个讲的东西只是让大 只是试图把一些想法加进去 然后一些圣经的东西加进去 然后让大家就说圣经是一本很好的书 如果只要我们好好读圣经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懂现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我们要做到只是这个而已 绝对不是说 我希望大家可以来看我们 然后很爱我们 然后给我们捐钱 这绝对不是我们做这个事工的目的 而且我们被神呼召的目的 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悦 如果我们想要为了讨人的喜悦 我们大可不必做这个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别的 对吧 或者是哪怕是我们想要开频道 我们可以去做网红 可以去跳跳舞干嘛干嘛的 之类的一些无关键药 没有营养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做 但是我们并不是为了讨基督徒的喜悦 我们也不是为了讨每一个人的喜悦 甚至我们不是想要讨所有给我们捐款人的喜悦 我们只要讨神的喜悦 那为什么会有朋友愿意捐款给我们 因为他们 这是他们给我们的一个鼓励 而且他们觉得我们的声音有必要存在 而且他们听了之后 他们觉得我们是在努力的朝着神给的方向 而且是圣经真理的方向去前进的 所以这个是大家愿意支持我们的原因 如果我们要是讲的话 有得罪到你 那请你去翻看你的圣经 我们讲的东西跟圣经哪里有不符 一切说话的根据都是从圣经来 我们可以用圣经来讨论 如果要是只是你个人的想法 或者你讨厌我们 那这个没有关系了 我们也不是很在乎 那接下来呢 这个朋友讲到说保守派一定要有智慧 是 每个人都一定要有智慧 那智慧从哪里来 智慧首先从敬畏耶和华来 不敬畏耶和华没有智慧 所以呢 针对这个堕胎这个事情来的话 你说的智慧是人的智慧 不是神的智慧 你想走的是人想走的道路 不是神要走的道路 所以就是我们推选一个领导人也好 或者是你跟我只是 普通世界中的一个小小基督徒也好 不管是怎么样 不管是你在世界上是什么样的位分 你要知道 获得神的祝福 获得成功 你就必须按照神的原则来做 你就必须要按照神的话语 神的真理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不管是你做的事情 还是你脑海中的心思意念 都必须要这个样子 你才会得到神的智慧 川普如果今天开始说 一切的堕胎我都不同意 我都不同意 或许会遭到世界上人一大批的反对 对吧 所有人就开始开骂了 或者是保守派基督徒也一大堆块开骂了 只剩下一小部分的人支持他 这都没有关系 这都没有关系 因为你只要这么做 神一定会祝福你 我之前有听过一个这个东西 就是说什么 万一堕胎这个东西怎样怎样的话 那美国会分裂 美国会有内战 美国会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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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会因为Rovie为了这个关系 然后两边打起来 美国万一内战的话 我记得我当时的回应 这是好几个月前的 就是Rovie刚被推翻的时候 我就说内战就内战 要打仗就打仗 如果说这场仗是为了一堆无辜的小孩 一边的人要屠杀他们 而且合法化的屠杀他们 还有什么事情是比这一件事情 更值得战斗的 更值得奋战的 如果说他们那一边的人 迟疑的要杀小孩 迟疑要献祭孩童 迟疑觉得说 我把小孩杀了之后 女人就可以得自由 女人的生命就会变得更好 去做这么邪恶的事情的时候 还有什么战争是更值得去打的 为了经济吗 为了台湾独立吗 为了什么中国大陆 什么东西 为了共产主义吗 没有任何东西是值得去打仗的 除非是为了保护神的形象 最无辜最无辜的神的形象 这就是我们的看法 还是要明白 就是人的智慧跟神的智慧 有非常本质上面的区别 那真正的智慧 并不是出于人的哲学跟理论 我们会认为 很多历史上的大哲学家 他很有智慧 不是 真正的智慧在圣经里面 在哥罗西书二章八节在这里说 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谨慎 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 不照着基督 乃照人间的遗传 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 所以如果你对堕胎这个东西 你有怀疑或者你有知识 这个东西不是从神来的 不是从圣经里面来的 这个是世界告诉你的东西 所以我们一直说 我们要把我们的旧人脱绪 穿上新人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你脱绪旧人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就是你让你的思想意念 更新的时候 可以重新的回到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 你就要明白神为什么这么说 所以你要去寻求他 他就可以告诉你 那在《列网记》上三章九节 说所以求你赐我智慧 可以判断你的民 能辨别是非 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 这个话很实际啊 你不给我智慧的话 我连辨别是非的能力都没有 人现在就是连辨别是非的能力都没有 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所以智慧都在这本书里面 好好去读 好好去寻求神 神就会把这个辨别是非的能力赐给我们 从里面看出呢 其实我们可以知道 这位朋友呢 他其实代表了一大群人 也就是说现在其实我们的教会里面 是非常非常缺乏 对于圣经的世界观 以及道德价值观的教导 很多人是读圣经 然后他也会背经文 没错 然后他祷告的时候 也都很火热 等等等等 这些都有 但是他没有办法 就是把圣经里的东西 跟现实世界的生活结合起来 他没有学会 用圣经的观点 用神告诉我们的观点 去看现在发生的事情 以及自己生活里发生的事情 他都做不到 他觉得这两种是断开的 是没有根本的连接的 就是我在读这个 我是在读 但是我在做事 我又是在另外一套 就是他没有办法完全连接起来 所以这就是 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学要有教导 有教导之后 一开心才知道 原来是这样一回事吗 所以教会里面 现在是的确缺乏 对于圣经的世界观 还有道德观的这样一个教导 但是基督徒呢 看所有的事情 还是在凭借出自己 从世界学来的道理 对吧 还有自我的聪明 来看现在发生的事情 所以这就导致说 连基本的对错都难以分辨 甚至就像 今天这个朋友他说 我就支持某种类型的堕胎 我也都支持 对吧 那这个东西还是说 你用你本来 你的肉体 你的这个魂的方式去思考 所以你认为说 完全禁止堕胎 那就是不道德的 但是对于神来讲 什么是道德 什么是不道德 这不是对于你来讲 神来讲 圣经来讲 什么是道德 什么是不道德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在这边我想加一点就是 自我上一辈的基督 OK 这个他们去教会的时候 很容易就打瞌睡 那就是说 我听了三十几年到 我听了四十几年到 全部都听过了 要讲什么 什么 母亲节就是讲 那个什么 撒木耳他妈啊 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 父亲节就是讲 什么谁谁谁啊 每一个节日讲 那个复活节就是讲 那个谁谁谁 耶稣复活 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五旬节的时候 就是讲那一段 使徒行说那一段 没错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错误 他们为什么会觉得教会无聊 为什么会觉得就是讲到 一成不变 因为教会什么都没讲 很多教会是拒绝讲这些东西的 很多教会是不知道怎么讲 没有讲过同性的这个婚姻 这个东西 那堕胎 几乎没有教会讲过 现在美国发生的事情 一日台开 现在发生的事情 圣经上面有没有讲 每一个议题都有讲 而且讲了都好多好多遍 为什么这个国家会垮掉 为什么这个国家会烂掉 为什么以色列会怎样怎样 会被灭过 为什么巴比伦会怎样怎样 我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 我们现在发生的事情 在这本圣经里面 但是教会从来都不讲 教会永远都是讲 那几个大节日发生的事情 那几个什么发生的事情 然后讲东西都是很千篇一律 就是你要不要实意奉献 你怎么样跨出那第一步 你什么什么什么 这样的东西 大家都听你了 但是教会没有改变 教会避免去讨论这些东西 导致现在很多基督徒 他们看不到这些东西 他们不知道这些东西是错误的 因为教会没有讲 所以这边真的是鼓励所有的教会 开始来去讲述 圣经里面的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角落 用圣经的价值观来看这个世界 对 而且呢 这有朋友在后面这个里面也讲了 他说我们要团结 比如说要团结才能够选赢 要团结我们才能够推川普上去 或者保守派才能够翻身 但是 那当然了 我们当然希望川普能够上去 我们当然希望保守派能够翻身 对不对 不管是中医院还是参院 或者你各个区里面 哪怕是校董会 我们都希望那个保守派能够站上风 这当然是了 但是问题是 团结 要为了什么团结 合一 要为了什么合一 那这年在第25上第26节 这里也告诉我们说 艺人在恶人面前退缩 好像搅魂之权 污染之警 这很明显就告诉我们 艺人不要在恶人面前退缩 就很明显 就是你碰到这些不公义的事情 你不可以退缩 而且你不可以 从神这一边跑到另外一边去 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 所以就是说 当艺人在恶人面前 你有退缩或者退让 或者甚至你有站立不稳 而妥协的时候 将面临非常严重的后果 在这里面就描述了一个 很可怕的情况 就是一眼清泉了 被搅到浑浊 水井被污染 以至于都不能够引用 所以当艺人没有尽上 他自己这样一个本分 责任或者是坚持的时候 他不仅不能够完成任务 而且更有可能让他人受害 所以很多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我这样的做法是最棒的 我才是最怜悯的 圣经是那个 对吧 这个地方我觉得不认同 我比神的怜悯还要更大 那你就按照你的方式去想吧 你就按照你的方式去做吧 到最后 你就是污染了这一口圈 而且到最后 就是有更多的人受害 或许现在你用你的大脑 你都没有办法联想说 为什么我好心去办了坏事 但是对 这个就是一个结果 所以就像神在以西结书 里面责备那些没有尽责的牧人 说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为略物 也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 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 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 并不牧养我的羊 所以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都应该去宣讲神的话语 而且你作为基督徒的话 要更多更多的反省自己 让圣灵广告说 看看我们是不是有哪里 跟神的话语没有对齐 没有对齐的话 那就去对齐 思想观念没有一致的话 那就去一致 不懂就问 不懂就学 不懂就查 你肯定会想通的 所以今天也不是说 在这批判这个谱 我们只是把这样一个现象 拿出来讨论 那我们也 不只是你而已 不只是你 这都不只是你 很多很多人 对 我们只是看到 就是这个留言 就让我们想起说 很多很多人都是这样 然后甚至之前又挺多 很爱主的观众 然后因为我们对于 做台的这样的一个看法 然后就很生气 然后骂我们一顿之后 就再也不太了好 有蛮多的是这个样子 所以有很多人 因为我们对川普的看法 没有完全百分之百支持 对共和党这个东西 我们没有说 就是应该要放弃 所有基督教的这个想法 然后来支持共和党 很多的人离开了我们 很多我们原本 非常支持我们的观众 觉得说 你们是好基督徒的观众 因为我们讲的那个东西 他同意 但是后来我们讲了一个东西 他们不同意了 他们就觉得说 假基督徒 你们不怜悯 你们不尊重其他的人 你们只是信仰中毒过深 这样的观众 很多 很多 所以今天看到之后 就会觉得说 其实很多教会会比较忽略这一点 那我觉得像多态这个议题 就是基督徒的入门课程 一流一流 如果说你要是刚刚信主 然后这些事情还不明白 我觉得这都情乳可言 但是如果说你信主了十年二十年 然后到现在还是搞不清楚这个状况 我觉得真的是有必要好好好好的 就是看现在每一个的议题 然后你自己去研究圣经 就是说神对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说 这样的话让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成长 这样的话才能够让基督徒有一个统一的方向 这个统一的方向就是神的话 这才是让我们真正能够合一 而且有一个明确方向的这样一个东西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那大家有没有在生活中看见很多经历 就是对一些比较基本的议题 还是搞不清楚 或者是他们会用自己的想法去去解圣经等等等等 其实我相信这些问题都是有的 但是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做呢 或者是你觉得哪些议题 你还是觉得你想不明白 我觉得大家可以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就是你觉得说圣经哪里讲的 我怎么就想不通呢 怎么按照我这大脑 我就是没有办法理解呢 暂时没有办法理解 或者是想不明白的 欢迎在下面跟我们留言 我们一起来讨论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如果我们讲的东西跟你的想法不一样 希望不要被冒犯 还是好好的 我们可以好好来讨论这些问题 神的话才是最正确的 除了那个之外 没有人的话是最正确的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德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这个故事很精彩 是吗 故事很好 只会讲很烂 我之前看过一个故事 就是汉尼拔跟西匹阿他们之间这个斗争 然后呢 其中有一故事有一段地方 他是想说就是西班牙那边有一个王 那时候还不叫西班牙 那时候叫不知道哪个叫什么东西 然后这个王呢 跟迦太基的其中一个王在争一个女的 那这个女的 呃就是在 这女人在以前的这个社会当中 就是摇摆不定 然后都是被拿来当政治婚姻的 然后就长得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 然后呢 这个汉 这个西班牙的这个王之后 帮这个西匹阿 就是罗马这个人打仗 打仗了之后 呃这个女的就被 这个女的就后来就被逼着跟这个迦太基的这个王结婚 然后呢 他就要是他就怀孕了 要生这个小孩 然后呢 呃打仗了之后呢 当然西匹阿这边就赢了 赢了之后就回去找这个这个迦太基这个这个这个人 然后就说 哦不对 然后西班牙这个人呢 就回来就打打败了这个迦太基这边的人了之后呢 就说哦我回来了 我要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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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娶你为妻 然后那个人就是那个女的就说 对不起我已经怀伤了这个人的孩子 那等于说这个女的是被强暴的 然后又是被 然后那个这个女的原本是跟这个西班牙的这个人是有婚约的 那个女的最后决定 然后然后他们就 然后接下来就有一段的这个政治讨论 就说哦这个人又是我们仇人的人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肚子里的孩子又是仇人的人 那个这个骨肉 然后各方面这东西 所以一定要杀掉才可以 最后这个女的 她不管怎么样 她爱这个孩子 她喜欢这个孩子 她觉得这个不管怎么样是她的骨肉 所以她被逼着说 一定要把这个孩子拿掉 然后那个西班牙那个王就是给他一个毒药 就说你要把这个孩子夺掉 不然的话那个我们所有的命都不保 罗马不会放过我们 最后这个女的选择自己 服毒自杀 然后呢 把自己杀死 把这个小孩也杀死 然后呢就说 我不可以杀死我自己的孩子 我宁愿我自己死了 然后跟我的孩子在一起 但是我也不应该在 我也不希望我的孩子出来 然后被你们杀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